这里在日治时期曾是东南亚最大的制茶厂 专门生产明文侠尔的日东红茶 这里在日本昭和时期曾是太子行馆 这里在光复过后曾是台湾农林公司 这里历经了无数变化 成就出今日的大板根森林温泉度假村 拥有国宝级的原始亚热带雨林 大型的板根植物 巨型藤蔓 稀有鸟类与昆虫 令旅客碳为观止 这里的碳酸氢纳盐泉 更是不能错过的度假圣品 享受温泉带来的滋润 体验美人汤的神奇功效 感谢观看